除處理提案時若提案委員及連署委員均不在場原理不予處理 首先請柯智恩委員質詢 主席好 我們請翁院長 好 請翁院長 柯委員好 院長好 很高興在立法院看到你 你現在真的壓力很大嗎 是啊 所以你一定要撐著點 我們壓力其實也很大 很怕你到時候倒了 那到時候最多在我們身上 好 你曾經說過你這一生當中 你覺得沒有想過這樣的一個情節 所以你常常廢寢難安 那我們也知道 我們可以看出 大家可以看到翁院長他的這個學術成就上 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那在浩鼎案發生之前 我想你的專業 你的各方面的成就 我們都認為是台灣之光 但是一個浩鼎案之後 其實不只你個人的生育受到很大的影響 中研院就受到很大的蒙成 我想最重要是你所關切的台灣的生技的產業 可能也會受到非常多的質疑 因為我們的蔡主席都特別提到了 的確重創了這個中研院的一個生育 那我們知道院長你是一個科學家 科學家我們知道是完全是一個求真的 就是要在這個過程當中就要講實話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這疑點串的事情下來 這個求真的過程呢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後面的很多 浩鼎後面的很多利益的糾葛 變成你有點天真 這剛才我說過 有時候我的注意力可能不是一般民眾關心的 譬如說解盲之後我的講話 我大概沒有去 絕對沒有去想到我的話會引起 我了解院長我完全同意 因為我們剛剛坐在那邊坐了12分鐘 聽你講的疫苗跟這個藥物的不同 那這些都不是大家關心的 所以我們絕對相信你的注意力跟我們不太一樣 這一點已經得到很大的一個證實了 所以我說某種程度你真的是還蠻天真的 所以院長你會不會覺得這樣 不是天真啦 我是覺得 天真好像是不懂事的樣子 沒有啦 沒有不懂事 不過院長有些時候你想想看 你這麼一個單純的一個研究 可是你看浩鼎這麼多後面的利益糾葛 你午夜夢回你會不會覺得你這些朋友 包括一下浩鼎的高層的這些人 在你完全不知情的狀況 又這麼大的一個操作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物交損友的感覺 這個我要真的去了解 當然我有很多朋友 那現在發生這件事情 我覺得需要好好檢討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你也真的沒有想到你後面 深交二三十年的朋友 因為你的這個狀況後面有這麼多的利益的關係 這也是你未曾想過的對不對 我沒有去想這麼多 是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部分嘛 好 那我們現在一一回到院長 剛剛說有很多東西要釐清的 特別是你對於這個浩鼎解盲前後的這些的發言 為什麼大家會有這麼大的一個爭議 就是因為院長 你平常也不太常發言 特別就是你只針對你的學術的理論來做一個發言 但是你不要忘記喔 其實我們正如你剛剛所提到的 通常對於這個解盲的結果 一般的科技公司 他們都是在primary end point 就你剛剛所提到的這個利益的這個部分裡面 才做yes或no 可是你在這個時間點上 你做的非常多的背書 我們當然是認為說 中研院院長通常講話是一言九鼎 可是我們聽起來就覺得你只為耗鼎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讓股民覺得 他們不可能用你這樣 用剛剛你這樣這樣分析來解讀 他們是要投資這個股票 他們只看到你中研院院長站出來了 為了他的背書的話 這個股票絕對是有機會的 所以你在做這個部分的時候 難道你沒有思考到過這些事情嗎 有我有思考到 那你為什麼 而且也有例子 所以我才說2009年 他們開始設計臨床試驗的這個 所謂protocol 就是實驗過程 那個時候還沒有所謂那個免疫療法 就是沒有那一種設計 我了解院長我知道你要來跟我解釋 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但是我的重點就是說 你在講這麼多科學論述的時候 其實台灣的很多的群眾 並沒有辦法理解你這麼深入的科學 所以當你在這個時間點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大家會認為你有 你是在有意為他背書 所以我問了這個部分 而且院長我們有時候特別提到 其實生技產業在美國 解盲失敗是非常司空見怪的 大概只有一成成功 所以呢你就是不成功 你就是讓他再繼續研究就好 你幹嘛在這個時候講這麼多 一般來說這也不符合一般的規準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才造成這麼大一個問題存在啊 對所以所以我要跟委員再解釋一個地方就是 免疫療法2013才出來 所以你看上一次那些抗體的藥物都是失敗 但是但是藥證都通過 但是院長這個 他是用那個傳統的 是但是 PD-1 CTLA-4 這一些現在非常突破性的免疫療法 他end point是沒有達到的 但是你如果從免疫的角度他是達到的 所以他的設計 但是院長我還是覺得這個東西如果是在學術的討論會當中是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就是在那個點 就在耗鼎的這個部分裡面 所以這才會是這個部分 所以你現在才還是認為耗鼎的解盲目前還可以算是成功嗎 你認為 我說從科學 是 從科學的角度 你認為他還是還是可以繼續努力的一個方向嘛 是我們這邊就會特別提到了嘛 所以說那我這邊就是就是引起爭議的最大的一個地方 還有你是不是背負的太多你輸不起的這樣的一個原罪 因為我們投出了這麼多的錢在這個生計產業上 然後剛好耗鼎有這麼大的一個一個事件 如果他萬一就是如果他沒有達到顯著差異 我們如果只報告這個結果的話 勢必會造成很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你才對於沒有顯著差異之外 你又額外去解釋 他中間的一些的細節 不過那個在新聞稿就有 我沒有增加任何新的資訊 但是失敗只有台灣用 失敗這兩個字只有台灣的媒體看到 但是一般來說我們在end point的時候 我們通常只會報告結果的如何而已 並沒有需要講到這麼多陳述上的這個部分 就是沒有reach到end point 並不是說失敗啦 所以你如果 但是院長我還是覺得啦 這個部分在很多的討論會上可以 這個我會檢討 對這個在這個地方點的話 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嘛 不過我跟委員報告一個消息 就是在2月底 Nature Nature一個雜誌啦 是 他就問我一個問題說 你的結果 台灣的這個臨床試驗的結果 這麼positive 他是用positive 那為什麼股票一直跌啦 股票還好啦 因為你出來講話之後 就只跌回升了啦 院長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啦 沒有他疊很多啊 所以他是問我這個問題 那我 我的確是有回答 我說 因為這個要太新了 可能一般大眾 不知道 藥物跟疫苗的差異 是是 好院長沒有問題 我們還有好多的疑點 哇塞 院長的講話速度跟我問的速度不成比例 我們院長我們各自交快速度一下 我們看看下面需要釐清的問題 院長我想這個可能就是很多人特別要問的 因為我們剛剛呈現出來 來我們下面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們往下走 其實這個下面就是有很多 大家會認為一些的爭議的部分 我們簡單來說 因為想說記者已經在你不在的時間 幫你整理出非常多了 我想我們就直接跳到下面去的 幾個你剛剛特別提到有關於 你女兒股票上面這個問題 院長你剛剛也特別提到 第一個 這個是贈禹稅嘛對不對 這是你跟夫人贈禹給女兒的 這個沒有問題嘛 但是呢 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在贈禹的部分 不管在國內或是國外的話 其實你是需要申報的 那院長有沒有做到這個部分 在美國是沒有問題啦 因為我在 我都是從美國做的嘛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要特別提醒你一下 除非你是放棄中華民國的國籍 否則照我們台灣的規定 不管是在海內外 有贈禹的行為 你都不需要在贈禹的 30天之內去做申報 沒有申報就是討落稅 這正過中華民國的法律喔 院長 這一點我要 我要真的去了解 我要真的去了解 我們等一下可以想 因為在美國 你真的必須要了解 美國的話 我是在那個 美稅 但是台灣的部分裡面 是台灣 美國的美稅是1.8億 1.8億的美金 1.8億的台幣 美金 終身之後 超過這部分 你就要課稅40%嘛 沒有 終身是五六百萬美金 對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部分裡面 以中華民國法律而言 一定都是要申報 台灣的法律而言 那30天之內 你就必須要申報 否則你就要討落稅的行為 大家總要有相關 待會兒可以來做一個澄清 但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有關利益迴避的問題 我們知道你在陳元崇的院長的事件發生 院士發生這些事情之後 其實你也做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中央研究院科技利益轉移 回避的處理的原則嘛 對 沒有錯嘛 這個東西是可以說是 你在你任內就是的 那這個任內裡面 你是不是覺得有揭露利益 還有這個所揭露訊息的必要性 有 是 那你都還記得很清楚對不對 對 對 但是院長 雖然你說在2010年7月的時候 你女兒在第一次的時候的 記轉是還沒有訂立內規 OK 但是第二次的時候呢 其實她已經是號頂的股票了 是大股東了 那針對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跟中研院去做你的利益揭露 有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這個是 我的了解是這樣子啦 第一 我女兒那個持股 跟中央研究院記轉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她是822嘛 那個不是中央研究院的記轉 是這樣子嗎 然後我們是不是 我們就我們的 我剛才講了 822是 是2000年左右 從美國 寄轉給 所以你認為你這個部分不違反中研院 你所定立的這樣的一個利益迴避的原則 你到目前為止認為 那就像我們在市場上買股票一樣 那個不是中央研究院相關的 產生的這個利益嗎 是 我還有兩分鐘嗎 沒有 我沒有兩分鐘了嗎 最後最後一個部分 沒有 院長的任期其實還是有限啦 我們想針對處理這麼多問題 我們也不想因為這樣子 而傷害我們未來的整個的科技的 這樣的一個產業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院長在 未來任期的剩下的四五個月當中 能夠因為你所產生的這樣一個 很多利益迴避的問題 能夠對很多的法規 還有很多的很多的事項 能夠做出更深刻的一個檢討 是 這個我決定做到 好 謝謝 好 謝謝柯委員 接下來請吳思雅委員質詢 好 請 吳院長 我的那個PowerPoint請準備 吳委員好 非常好 我們今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